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于2010年11月30日星期二晚间6点30分 在洛杉矶市中心万豪酒店为昭云总领事夫妇举行离任招待会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 今天在这里举行辞行的招待会心里确实也很不平静 应该说是带着感激的心情和惜别的心情 三年零八个月我在这里生活得非常愉快 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心 我要感谢这里的乔团和社团 他们对我的工作对我们终于的工作 给了理解支持和帮助 同时我还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民选官员和各级政府的官员 因为他们非常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 另外呢就是努力和推动我们领区和中国省市之间的一些交往 应该说在过去的三年多我们在经贸教育科技文化 应该说所有领域都有关系都有务实的进展 所以我也感到很欣慰 同时呢我也利用了机会感谢媒体 也是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 是这个条件和领区各界对我们总领馆有更多的了解 通过你们那些报道呢 又是我们总领馆的一些工作人员 对领区的各界包括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 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哈哈哈哈 那还送了我一次 我不能表示好我是讲人 哈哈哈哈 啊啊啊 啊啊啊 以后 真ٹ 好了 OK 遇到很少 没关系 第四年 好啊 吃多少呀 挺吃 我烦水 你 счит …… 之前 從 Iranian 始恋 在可以